大家好 我們今天繼續看一下 張孟甫 每日一字 好 那 這個是是不是的事 這個太重要了 我們 到現在才出現 這也是蠻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凱述的寫法 首先呢上面這個日 它一般而言 寫的大概 比較長方 然後這一橫 會寫長一點 再一束 文化 寫 這是凱述的寫法 然後呢再來就是 我們寫一下 藍庭集序裡面的 是 筆法啦 我沒有把它擺在旁邊 大家知道這樣就可以 好 它會怎樣寫 行書 很重要的這裡按一下 戴過短變輕 再加重撇過來 戴筆這樣子 這是藍庭集序裡面的寫法 然後趙孟甫呢 它的凱述的寫法呢 在這一帖 另外一個地方有出現 我們就 我去講 直接講這個字就好 好 它習慣上經常 凱述喔 比較行凱 它會 有一個很明顯的錯位 它 舒嬅會拉過來 好 然後呢 這邊 很硬停 然後再過來 這是它個人的習慣 它喜歡這舒嬅外邊 但是因為它做得變很重 整體還是穩定的 再來我們 由藍庭這邊來思考 連續性加強 就是整個 橫劃之 這段筆之間做 比較強的連續 直接這樣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就比較接近 這個動作比較連貫的 醒書了 好 是這樣子 再來呢 開始做省略了喔 這比較接近草書的寫法 就是 我們不要繞了 下面呢 我們習慣上會寫成類似 支字 但是沒有那一點 那口字也做一些省略了 口字呢 直接繞一圈 好 再來 這裡 好 這邊還是有一個 類似 這 凱書的 字字 那更快一點呢 就是趙孟夫這個字了 好 但是後面是勾上去 它寫的比較瘦一點 好 那我們靈母一下 好 而且有一個寫式 然後我們說 這個 就是看當時的定 不要每一次碰到 想要寫這樣 就一定要這個樣子 沒有喔 不是這個儀式 好 待會我們再搭配一下 上下的關係 不一定這個字啊 隨便 然後一種寫法 然後這勾上去未必要勾 有時候連續行 然後日 有更快的方式 我們說過是這樣子 右邊一定要折一下喔 不能直接這樣 這不行 好 好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日 這樣 然後橫畫一樣 過來一點 然後兩點 要點成這樣 或者是 需要有連貫性 都可以 這兩種都有 那乃至於這一個 可以更短一點 增加更強的流動性 也有 要不要連要不要斷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呢 這變化 大家 要知道 寫到 寫草書 甚至草書 這變化度是非常非常大 比如說呢 是否 我們說寫是否 好 我可以這樣寫 是否 這種是比較連貫 草書 但是未必 草書就一定要這樣 我可以 像 趙孟甫斧這樣 比較 斷掉 好 雖然我在寫草書 但是呢 我可以 也斷 一連 然後 比較沈穩的一種草書 好 大家再參考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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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